奥利佛的世界只有这张床的大小 患有新天性马蹄内帆族 移动困难 19岁的他最期待能够出门晒太阳 看见行动不变者的虚拟 去求志工送来全新的轮椅 32岁的葛温也得到了这份礼物 他双眼失明 患有糖尿病和肾病 照顾他的父亲十分开心 终于能够害女儿每天出门散步 出生时只有一条腿的筋 只能够靠旧的支架学走路 现在也叛到了最需要的助行器 出门玩耍不再是男士 志工还送来玩偶和礼物 三岁男孩的脸上 也有了应该的天真笑容 知道这份幸福来自竹筒岁月的精神 他们有心效法 浪爱加倍 大爱新闻罗伯特阿莫斯利兹亚 菲律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